新正版授權 七龍珠雕像上線了 看到了知名電玩絕地求生 跟七龍珠要做一個聯名的雕像 然後東映授權 不看還好 一看真的是嚇到我 圖片直接放上來 悟空 全部都不行 臉 醜 身形 怪 然後我自己個人覺得很像這個動作 很像早期的MSP的戰力動作 然後再給你一個特效地毯 而且這隻悟空還沒有MSP的好看 真的是非常詭異 有啦 地毯有給你一個絕地求生的這個頭盔 在那邊 然後整個我真的不知道這次還出什麼 是消費者那個智商 有刊率還是廠商實在是 腦袋想得太直白 就以為聯名一下這樣子消費者就可以直接買單 我們再來看達爾網址 我最愛的 我這裡一看我真的是差點昏倒 達爾的比例是 就是這樣 然後整個臉 頭雕 真是嚇到吃熟熟 這樣的大的公司 然後 跟 七龍出這麼大的一個動漫 經典的 做一個聯名 然後搞出來是這樣子 真的是看到是匪夷所思啊 我真的很好奇他們 他們到時候開預購到底 他們 他們的銷售群到底是哪些了 還是 秉持的就是 賣一隻 賺一隻的這種心態 兩隻的身形都是很奇怪啊 比例也是 說不出的怪 而且是走一個雕像系列 這也難怪 大陸那邊的工作室沒有授權的雕像 七龍珠以七龍珠來說 都已經做到飛天遁地了 哇 什麼形態都有 然後 我 憑良心說 有些工作室做的還真的不差 但是他就是真的沒有授權 然後 你這是有授權 然後大廠商 聯名 然後你做出一個這種東西 白眼不知道翻到哪裡去了 真的是鳥到爆 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最新的情報 我竟然要 聯名 然後出雕像 打頭陣的還是悟空跟達爾這兩隻 人氣角色 然後卻是 這樣的一個形態跟 這樣的一個比例 真的是鳥到爆 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入手 然後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看實體到底真的 有多長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&Peace 掰掰